大家好,这叫做好伤好水好寂寞 乳包细胞,那叫不能停 今天的包子同学,包子老师又出新闻了 又出大事了 又上了世界主流媒体的头条都在说 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也是特别不上档次 这么大的事情 不好好的报道我们习主席 我们的包子迪的这个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人 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不报道这个中西方的友好 不报道我们包子迪的熊财大虐 抓住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 鸡毛蒜屁的事,在那里横挑鼻子熟挑眼 专门跟我们包子迪过不去 实在是不像话 十可忍,牙签不可忍 什么事呢 说是包子迪跟这个法国的马克龙 参观一个什么法国巴尼的一个什么民间文化节 一堆人呢跳那种这个就是底层老百姓啊 跳那种这个街头舞 恰好呢就赶上下雨了 那下雨了以后呢 这个什么那些个跳舞的人不能停啊 都事先做好的安排 什么要跳给我们习主席看呢 说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事情呢 那是个艺术活动 包子迪他又不懂艺术 你说对不对,他屁都不懂 但是他不懂艺术 人家彭老是彭丽媛懂啊 彭丽媛那可是大艺术家 是不是 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呢 一般的只要彭丽媛随着包子迪出访啊 都会安排一两个艺术活动 显得这个包子迪和彭丽媛两口子 特有文化,就搞了这么一个民间舞蹈秀 哎呦 看到这个事情了以后啊 要我说吧 要我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啊 我就会报道什么呢 我就会报道这个他娘的法国的这个马克龙 也不是个东西啊 为什么呢 都下那么大的雨 你们一个好手好脚的 举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的这个雨伞啊 在雨伞下面谈笑风生 是不是欣赏艺术 那些跳舞的人那就惨喽 是不是 那么大的雨啊 这个季节的话 巴尼还挺冷的 是不是 包子迪和这个马克龙 彭丽媛 还有这个马克龙老老婆 都穿着厚厚的大衣呢 羊绒大衣呢 暖和的呢 你让那些个艺术家在雨中起舞 就跳给你这么一个二百五的包子看 你缺不缺得啊 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 你说是不是 要我是媒体记者 我一定会这么抱 是不是 为什么呢 你就欺负弱势群体 你不带这样搞的 是不是 你想想这个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老百姓都瞬间 就升起一种伟大的正义感 比如有一年 还是夏天 对吧 把那一堆领导去一个小学去视察 本来天气好好的突然就降雨了 诶 这个时候呢 台上的那些个小朋友 本来都化化妆的啊 打着腮红啊 吐着口红 脑袋上还扎着纸花 是吧 瞬间就把他们拧着这个落汤机 那不能停啊 因为领导在下面呢 领导在看你演讲呢 领导在看你演讲呢 所以这个什么 唉 所以这个 大家就一下子就生气了 是不是 因为台下的人 你那些个领导在心上 每一个领导的上面 脑袋上面 都有一个小学生 给他们撑着一把伞 所以他们一帮领导在在伞下面 舒舒服服的 看着一群小朋友在那里跳舞 那些小朋友在台上 台上淋着一个落汤机 那全国人民瞬间就愤怒了 是不是 凭什么呀 是不是 这么大的雨 你应该赶紧让孩子们 进屋去躲着去啊 那夏天的雨 是不是 那哪一阵雨 您在身上 那是要感冒的 这是场 是不是 别说小朋友了 一个一个 二十当岁的小孩 我二十当岁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次下雨 我淋雨了 淋雨了 以后有一长辈 就赶紧过来说 哎呀小伙子啊 夏天的哪一阵雨不要淋 啊 因为它是热雨 很容易感冒的 赶紧给我送了一个什么 感冒丸子 叫做银敲片 我现在还记得 我现在还感谢这个老人家 对我的关怀 这是基本的尝试 结果呢 西方的主流媒体呢 他们特别不要脸 是不是 他们放着这种明显的细节 这种反人类的细节 他不报道 专门报道我们习主席的一个小事 什么事呢 说了半天也没说到 说这个习主席不是撑着一把伞吗 是不是 还有马克龙也撑着一把伞 本来吧 习主席他就没有学过这个怎么打伞 这个东西 他就是什么呢 就把伞呢 打着的时候 还要照顾一下旁边的老婆 我们的才华很硬的彭老师 是不是彭丽媛老师 结果他们把伞呢 就是什么呢 完全就是完全就是倾斜到自己这边 自己呢 这边呢 就是整个宇就就罩住了哈 结果把我们的这个肥嘟嘟的啊 穿着这个白衣上的这个彭丽媛老师 就是半个身子都露在这个暴雨大雨之中 搞得他的那个那个一身的下坠的时候都凝湿了 就像什么话嘛 是不是 关键是什么呢 人呐 就是人比人是气死人 同样都是国家元首 同样都是人 他做人的区别 他怎么就这么大呢 你看那个马克龙 哎呦 他也举着一把伞 但是他伞的三分之二都是照着他老婆的 哎 马克龙自己半边呢 小肩膀小脑袋都在雨中 所以真的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下一跳 文明呢素质啊 是吧 对妻子的照顾啊 日常的习惯呢 高级人和野蛮人土豪和这个贵族 那差别一下子一模了然 那你说是不是 所以西方人呢也挺扯的 是不是 就把这个细节就报道了 所有的主流媒体 尤其是法国的那些个媒体 英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 说西包子真是一个 真是一个土包子形象啊 他的土包子形象一夜之间就更美大了 你打一个伞 你就想想吧 是不是 你得把自己的老婆照顾好呗 是不是 老婆一身坠咒 你别让 不要让他淋雨 是不是 这个东西我有一句说一句啊 中国男人都不会的 中国男人都不会 包括你包括我都不会的啊 我呢是现在还行 还行 但是也不行 但是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什么 又养成习惯 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出去的话 如果下雨 我会举着一把大伞 是不是 但是 我心里明白了 我应该要把这个伞的三分之二 要让给媳妇 是吧 但是不有自主的伞呢 就移到我自己这边来了 是不是 这就构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它就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你们养成习惯 是吧 所以这里的习惯它有两个意思啊 我作为一个知识男人 我太明白这些个事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笑话 这样的被西方人吐槽的细节 那真是就是习惯问题 首先第一 习包子从来自己不打伞 但是因为你是在法国 你再装一下逼 是不是 你得要秀一下 你看习主席亲自打伞 卧槽 这要是在北京 要是在上海 要是在中国 习主席自己打伞 你要想不想混了 是不是 开玩笑 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我在装逼 结果又装出路子出来了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你如果没有养成习惯 你装是没用的 你在不经意中 你就暴露你的土 土包子性格 暴露你的屌丝性格 暴露你的这个什么 没档次 没性格的 这个这个这个爆发户的性格 他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 这个人类社会啊 它更多的是有习惯来组成的 一个人是不是贵族 一个人是不是有闻别人 你光模仿别人是没用的 你抄别人是没用的 你看人家西方人出来 都自己远手自己打伞 那我洗手洗手自己打伞 你抄别人没用 你这个地方是被被被被控制 那个地方也冒出来了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土别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我我就是经常遇到这些事情呢 我就想的啊 我们叫做什么的 叫做习惯层面 他需要开放式的纠错 是吧 考察一个人的习惯性的 开放式的纠错能力 是不是形成了 你去考察他的问题 意识的开放性 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人 30岁的时候 他思考中国像何处去 到了他60多岁了 是不是 快70岁了 甚至80岁了 他那样的孩子 思考中国像何处去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的问题 意识一直没变 他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他没有开放式纠错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你装是装不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国家也是如此啊 你看我们中国 你看我们的文化 他也是如此 我们这些个咬文叫字的书生 是吧 嘴巴里就是那些个词 什么修气之贫 什么横取四句 是不是 为天地 什么利心 为万世开太平 就年年姑娘十七八天 天天就扯着这么些个话 都扯了几百年上千年了 没有任何的思想的长进 哎 但大家都还是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什么浪费时间呢 我就说过 你天天讲这些个屁话 你没有任何思想的展开 你还不如想习主席学习呢 多搂几些袖子呢 多睡几个姑娘呢 是不是 所以习主席在这边也是 你装我面上是没用的 你连一个打伞都不会 你明白吗 你连一个打雨伞都不会 你连一个怎样照顾自己的老婆都不会 所以我说过 我看一个男人好不好 我就看他对他老婆好不好 真的 别跟我扯心那个大道理 有些个人在外边天花难嘴 满口大词 回去对自己老婆都不知道怎么心疼 连个打伞这个事都不会 你装什么装 所以 叫细微之处 叫见大意 是不是 日常生活见真章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 虽然天天辱包骂包 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记住 最应该批评的是我们自个儿 而我们自个儿里面最应该批评的 就是那些个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 日常生活的细节 你只有把这些个细节展开了 分析了 脚碎了 辨析了 你才知道 你就是一屌丝 我们是屌丝 那细包子是什么呢 细包子就是土包子呗 谢谢